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 我是不是恋爱关系 他为什么带他去见大军呢 咱们是跟他一块去的不是就一个男孩 他为什么不挑别人啊 就带他去啊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过来 坐 什么事啊 今天二老挺严肃的 你上次回来 说和大军聊得不错啊 是啊 怎么了 那你跟那个沈妍怎么回事啊 没有 我跟他是刘苏同学 你去见大军 又拉上一个小伙子 这是同学关系那么简单吗 不是一鸣你交男朋友呢很正常 只要他人品好你喜欢 我们不反对 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了准呢 就别犹豫 爸 那天 那天我妈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我就表态了 我说我不同意见 我妈非要安排 你说 我对人家又没那意思 我肯定不我妈 我是说啊 这大军的父亲就是你张伯伯 那是我的战友又是同事 现在是我的上级 你这事啊 别闹得到最后我们 大家这脸上都挂不住 一美 你跟妈说实话 你跟那个沈妍关系确定没有啊 我们根本不是那种关系 不是那种关系你就这样啊 这 你是一个女孩子 这这这种问题 你怎么就这么不严肃呢 你告诉妈 你要拒绝大军 你为什么带沈妍去 妈 我跟沈妍从娥专就认识了 又一起留苏 到参加工作 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总比普通的同学同事关系要好一些吧 再说了我们彼此信任 那找他帮忙总比找别人可靠一些啊 好了好了我累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睡觉去了 一美 我还没说完呢你 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呀 我没说错 人家就是同学关系 你瞎操心 老好 一美不是我一个人的女儿 你这个当父亲的你得多替他想想 别整天就知道操心你那个部队你的装备 你得多为女儿想想 我告诉你啊 你得找机会给我了解一些那个叫沈妍的 你哥的信你别乱动 妈 这信有点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 妈 我来了 哥 有你封信 莫斯科一个叫婉林金娜寄来的 上面还写着话呢 内有照片 物折 给我 这个婉林金娜到底是谁呀 我一个苏联同学 女同学吧 她给你寄照片 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中苏友好啊 你懂不懂 还中苏友好呢 你干嘛非友好人的女生啊 行 别问那么多了啊 咱快去 哥 我不客气 我就看一下照片 你让我看看 这长得什么样还不行吗 能长什么样啊 就那样呗 一个鼻子两眼睛呗 那我可撕了 妈 快 快看 这婉林金娜长得真漂亮 沈妍 你真找个苏联女朋友啊 看给我呗 赶紧还给我 娃利亚 你知道吗 为了给国庆献礼 我们像上足了发条的马达 没日没夜拼命苦干 我创下了连续二十五天 吃住在车间的记录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充实 我总是在抱怨 为什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呢 新门诺夫教授给我的课题 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时间 坐下来好好研究呢 我 华丽亚 我非常想你 华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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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听了一定会很兴奋的 怎么了 我作为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团的成员 华丽亚 那是你亲爱的沈岩所在的城市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要给他带什么 那你能带上我吗 什么 让我参加这个团吧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帮不了你 前往中国要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平定 你应该去求那些委员们 好吧 我去找他们 谢谢你 快去吧 谢谢你 部长部队王亮 您好 亲爱的姑娘 真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你 谢谢部长先生 有什么事吗 我需要您的帮助 应该说是我和沈岩需要您的帮助 只要可以我非常愿意 我工作的飞机制造厂即将选送数名专家 去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 但是我不在选送之列 为什么 我跟沈岩的事您是知道的 有机会与他团聚 却不能团聚 我心里很难受 我希望您能帮帮我 原来是这样 据我所知 今年这批前往中国的专家 专业素质非常高 这批专家和学者 都是从国内各单位选拔出来的 优秀人才 国家对待这次选拔非常重视 所有被选者都是按照资格进行评定的 可是 所有的被选者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我的资格 那就是我的爱人 他就在中国 他是一个中国人 他每天都在渴望我的爱情和我的帮助 我爱他 我爱他 我爱中国 所以 我相信我的爱 就是我的资格 亲爱的姑娘 你不要难过 我会帮你的 你们两个人 能够在一起挽救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的生命 我有理由相信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帮助更多的人 做出更伟大的事情让我想想该怎么办 谢谢您对我们的理解和信任非常感谢 只凭我的理解和信任是不够的 谢明诺夫先生是你的导师 是的 他是我和沈妍的老师 沈妍是谢明诺夫先生最喜爱的学生 那么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 你知道这次外交部园中专家资格审定的主考官是谁吗 他就是你们的导师 是 谢明诺夫 你可以去找他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我想你去请求他的认可 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现在就去找他 姑娘 我祝福你们 虽然我不再是年轻人了 但是我同样能够感受到你们之间热烈而真挚的爱情 华联金呢 我并不是反对你报名 但是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不可能有希望 你还是应该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可是教授我 华联金呢 我们不能够 把你我之间的师生之情凌驾于制度之上 因为这样做对其他的参选者是不公平的 国庆县里的时刻到了 我们留苏学子走上工作岗位后 第一次接受国家检验的时刻 到来了 这位是梁卫国同志 首长好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的金国英雄 郝玉梅同志 感谢领导来指导工作 沈颜你过来 这就是沈颜同志 首长好 你就是沈颜 是 你们一共组装了多少架飞机 报告首长 我们一共组装了21架飞机 前20架已经顺利完成 并且通过了测试 因为时间的原因 最后一架 还没送去测试 那咱们今天就试飞 你们没有测试的那一架吧 好吧 好 沈颜 你们去准备吧 是 来 坐吧 爸 你这个要求不是为难大家吗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 换一下吧 你们报告上不是说 所有飞机都有试飞吗 不是 爸 你这样做不是真的显严吗 这时候怎么有说这段话呢 没说了 去准备吧 是 首长 周叔姐 飞行员准备完毕 请求示威 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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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们注意 现在进入倒计时 十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准备 准备 五 五 四 五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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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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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上次跟我提议我还没当回事 这孩子不错 因为要是真喜欢他 我看行 那你没问问他们的厂领导啊 问了 跟你老周说呀 说这孩子思想觉悟高 技术水平强 是他们这批留学生里头尖子 今后的发展错不了 太好了 待会儿一枚来 你问问他 看他到底怎么想的 一枚 来 坐 怎么了 爸 一枚啊 那个沈颜 就是你上次说的过 爸 事情都过去了 您还问啊 我是问他的身体 是不是累垮了 他就是疲劳过度 为了这一次官礼 几天几夜没可演 这试飞成功后心里一松劲 靠那就睡着了 那这孩子 是个干事业的人 你说呢 我只是请他帮忙 堂塞一下大军 我们真的是同学关系 不是您想的那样 不是 我想哪样了 爸 他已经有恋人了 就是您救的那位 苏联红军四接潘的女儿 他们俩的感情特别深 我跟沈颜 根本不可能 何况 我现在 不想太多地考虑个人问题 爸 您说国家送我们去苏联留学 多不容易啊 我想趁着年轻好好工作 为国家 尽一份微薄之力 同志们 这次县礼任务的圆满完成 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和嘉奖 这是全场之功 齐心协力 团结奋战 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代表 我代表常委会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要特别提出 对三位留学归来的年轻人给予表扬 经常委会研究 对沈颜 好一枚 梁美国同志 提出表彰 并晋升一级公司 同志们 荣誉属于过去 我们要再接再厉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 迎进新的考验 下一阶段的任务是 研发飞行一号 生产我们新中国自己的飞机 师爷 你觉得贴在这儿怎么样 正不正啊 这贴这儿 你不是贴回家呢 贴回家多好呀 一贴回家 亲戚朋友这么一看 多高兴 贴这儿 太张扬 你呀 有这种想法就太俗了 这在我眼里 老是一份普通的讲证 这是至高不胜的荣誉 这是我们以后建设组的动力 我建议你 把你的讲证拿过来贴上 这能证明咱们留学生的价值 我相信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看门户 将来这讲证肯定天满整面墙啊 那一人一进来一看好家伙 那配不得无体投地啊 小好几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份不及世界性性性水平来比呀 差很远的 这个讲证不过就是个开始 真正的发挥啊 还得开咱的飞银一号 我知道 你呀是想一步一个脚要点错误 那和我这个也不矛盾嘛 是不是啊 对了 我还有一个心儿吧 咱们应该趁热打铁 积极要求入党 又红又专嘛 这样啊 你抓紧时间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赶紧再来一块交上去 入党这事儿 我还没考虑过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咋不考虑考虑呢 这是最起码的政治觉悟 就是因为这事儿太重要了 我都没敢想 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格呢 论成绩 论工作精神 论人品 咱哪点不如别人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啊 你也太清高了吧 我这不是清高 这件事太神圣了 你先行 我再考验考验 请进 请进 哎呦 你们两个都在啊 对太好了 大叔 大叔 那个 有个事儿想麻烦麻烦你们两个 您说 就我那儿子东方知道吧 这也不知道啥时候 这孩子跟苏联学生就通了信了 这前两天 给这孩子寄了一条红领巾 嗯 然后这东方就给他们写了一封回信 我也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你们给看看 别寄出去给中国人丢脸呢 你得好好看看 好 亲爱的Sasha 你进来的红领巾我已经收到了 我很高兴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挺好啊 写得挺好啊 嗯 这臭小子 真是有啥别有啥儿子啊 干什么 哎 咱东方出息了啊 哎呀 我一直坚信你 咱工人家的孩子 不会比别人家的差 嘿 让东方好好学习 哎 以后啊 也去莫大念书去 嗨 我那臭小子有你俩这点出息啊 那我们家祖粉就冒清烟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呀 我从苏联回来带一些画报 回头给你们家拿去 让你儿子好好看看 真的啊 那小子就爱读书 对 看这画报那得乐坏了 哈哈哈哈 把我们从木杰放在水上 看这颗深骨粉 很棒的 但是我们怎么一个人 reasoning 让你们来 再回落 再婆婆 瓦林金纳罗门诺瓦 在你的深井材料上写道 你完全有资格成为 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专家团当中的一员 那我很想知道 是什么让你如此自信 你能说说看吗 我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业 这项资格符合你们提出的要求 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有527名 我在轻卡飞机制造厂工作了两年时间 姑娘 符合这与资格的人有1352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都知道 喘振现象这个令全世界同行学者们头疼的课题吧 嗯 这个我知道 但是这和你要求赴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在我曾经学习的莫斯科大学 一位教授将这个课题交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 他希望这位留学生能攻克他 而我希望去往中国的原因除了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位中国留学生完成这个课题 这可是困扰全世界 无数学术权威的难题 以你们的资格来讲 要想攻克它是很困难的事 如果真的要帮助中国 完成这项课题 我们需要派去更有经验的专家 科学并不是以资格来衡量的 我记得有一名医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 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提出了一项发现 这项发现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并且永远地改写了全世界医学著作中关于这项理论的概述 我想这名女留学生并没有你所说的那种经验 但是她却成功了 是的 我赞同西马诺夫教授的看法 有的时候 我们确实不应该仅以资历学历 作为我们评定一个人的标准 谢谢 祝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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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王脸金啊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我们到那里去吧 王脸金啊 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一票投给你吗 是为了您交给沈颜的课题对吗 不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还记得我曾经在课堂上怎样评价过沈颜的笔迹吗 你记得 今天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你们让我看到了希望 你们让我看到了我们航空事业的希望 教授谢谢你 去吧孩子 到中国去好好帮他 梁卫国 干什么呢你 任秘书 我来还图纸 对了 这是我还一梅的书 麻烦您告诉他一声 谢谢啊 这屋没人 你以后不要随便进来 你也知道 这都是保密资料 丢了谁负责 好的 我小蜜很怕 什么小蜜 人家进场里还穿开装扑呢 训你几句那你自找的 谁让你跟好一枚老汉人面前穿个子 活该 你你你你嘴也太爽了吧 何师傅 这任秘书 真的是因为被男人甩了受受刺激了 别胡说八道 玩笑归玩笑 不知道的 您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这话不是您说的 你看又胡说 再告诉你一遍 人秘书那是有党性 不知道之羞性下列的 好 搭我去 来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币国主义家 只为把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谢谢你笑好什么呢 有人唱完你没听见的 老师说 这要唱出豪迈的感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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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一封电报 哦 谢谢了 不客气啊 你怎么啦 谢谢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套 谢谢 你去哪儿啊 谁来的电报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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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去哪儿啊 谁来的电报啊 我 沈爷 阿 上帝啊 真的是你吗 我知道有电报了 你怎么会来找我 瓦利亚告诉我 他争取到了苏联专家名额 将作为工程师Sklovsky的助手 来到我们场指导飞机设计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瓦利亚还有十几天才能到呢 你着什么急啊 吃了饭再说啊 你们先去 我先好会儿啊 这地啊 阿姨天天擦 脏不了 我哥现在就是神经病 发现一下它不舒服 我们吃我们的 天哪 这是给你吃的吗 这是给忘了要准备的 不许吃啊 你至于吗 慢看我哥呀 小气 行了行了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哥哥现在是个病人 你就装着他点呗 你再让着你 放了开 吃 这电影我看过了 那那那咱换个别的 好吧 我们部队大院每周末都有片子放 外面还没有上映 我就都看过了 你还是给别人吧 别浪费了 你妹 其实 其实我不光是请你看电影 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的感情你也该明白 我这么积极努力 也是为着能够配得上你 我知道 感情的事情不能够勉强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尊重你的 我只是希望 你能再仔细地考虑 好不好 现在是上班时间 别说这些好吗 我爸联也要来了 咱们常请了苏联专家 瓦利亚也在名单上 你说什么 沈妍告诉我 瓦利亚将会作为 苏联专家的助手 来中国工作两年 作为常 ooh 和你 negative 好 瓦利亚 拿到没有 哎我没事 对不起 我你感觉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那我来吧 聊天快 你感觉 你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你肯定是有心事 阿陈姐 问你个事 咱们厂里 是要请苏联专家吗 听谁说的 我听有人说 这件事厂里还没有做最后的宣布 你不要乱问 跟我都乱说 把东西收拾了 阿陈姐 阿陈姐 同时也代表了 我们中苏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 我代表全场之宫 对于你们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谢谢大家 很高兴认识大家 这没皮条 不能进去 是这样 我和华林天的同志 在苏联就是同学 我们认识 这同学也不行 我跟你说 我只认得进门条 这样吧 那您帮我把他叫下来 我说几句话就走 那你上班的时候 能随便走吗 是不是 这是技术率 就通融一下 通融什么 任秘书 沈妍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 我什么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沈妍 华林 我正要去找你呢 快给我上来 走 完了基纳同志 沈妍不能跟你上去 为什么我们是同学 是好朋友 沈妍 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不是 任秘书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是外事纪律 谁也不能违反 如果你们这样 我就给周书记打电话 任秘书没这么严重吧 我们只是 说说话聊一聊 就这么简单 林秘书 不能碰我 你不能碰我 你不要碰我 不许你碰我 行行 我不碰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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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 出去 行 我出去 人秘书 我们来中国 不光是为了工作 还肩负着 中苏友好的使命 我真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同情理呢 请进 我是来给您送水的 您要出去 这是专家楼 不是监狱 我有行动的自由 您别生他的气 任秘书 他就那个脾气 他走了 真的 真的 他刚出门 我猜 他回家了吧 你能帮我个忙吗 去这个地方 该怎么走 这个地方 出门以后又转 然后坐十五路汽车 到时候你把这个 给售票员 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走了 谢谢您 不用客气 再见 我俩 沈妍 走吧 走吧 这是西面诺夫教授让我交给你的 他说 沈妍 沈妍 同志 你可以走爱情的捷径 但是 科学是绝对没有任何捷径可言的 沈妍 教授 教授还让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忘记你们面前共同的课题 他知道你回国以后工作一定很繁重 但是他相信你有能力完成他留给你的课题 没想到西面诺夫教授还是这么地关心我 当然了 他时刻惦记着你 惦记着你们之间的这个题目 他还让我告诉你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你都要时刻记住你是一名科学研究者 你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啊 嗯 孔哥 吃饭了 来 玛丽 这些呀 都是咱们冻杯的名菜 来 这个是小金炖蘑菇 来 多吃点 这个呀 是小圆 怎么吃呢 嗯 可是踢饼子一块吃 来 吃这个 嗯 你们太热情了 谢谢阿姨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真是太喜欢了 那你呀 你就别客气了 我哥为了你啊 这几天都忙得没活了 闹得我们全家都鸡血不灵的 就跟抽了疯似的 哎 瞪我干嘛呀 本来就是了 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人来疯 嗯 我很高兴 妹妹能告诉我这些 我也和你哥哥一样 等得快要受不了了 如果再见不到他的话 我敢肯定 我也会疯掉的 你可真直帅 为什么不呢 我爱他 我来中国 一是为了工作 另外就是 要和他结婚的 快快快快 快吃吧 来 妈妈 干杯 来 来 谁呀 昨天 你见到话脸没有 险相怀生了 为人秘书逼得呀 翻墙头打暗号 我真好以人秘书以前 是搞地下工作的 还好 道高一致 莫高一丈 总算是蒙过去了 哎呦 你说这人秘书吧 也太别扭了 啊 见谁都很没有队的 一肚子的不满 就说上次 我跟一妹送电影票 喝得什么 我跟沈范人似的 哎 你跟一妹怎么样了 哎呀 不管我怎么努力 她就是不上钩 这 袁秘书 苏联专家明天就要开始工作了 这是厂办下发的通知 要特别提醒你们 不要打扰苏联专家的工作生活 工作之外和苏联专家接触的时候 需上报外事小组 必要时批准后方可接触 我看啊 你们俩以后的日子啊 更难过 哎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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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呦 和工 这可是我们的镇厂之宝啊 八级大工匠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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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和这不光我是和明亮现学现卖 苏联专家也会这个 现学现卖 中国话说的还真不错 好 谢谢 我们到那边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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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们说什么呢 何师傅 任主任反复交代 这外事纪律啊 你不要乱问 不如 天月向河边红梅花开 又以为少年真是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 难回的心不坏